小孩子人手一把外型 如小型吉他的烏克莉莉 邊走邊彈也邊唱 這是仁愛鄉慈豐部落 過去所沒有的景象 慈豐部落的孩子 大多在山下念書 暑假期間返回山上 休閒娛樂活動 及學習一技之長的機會 是少之又少 有了烏克莉莉的陪伴之後 音樂及歌聲 就充實了孩子們的暑假 以前沒有烏克莉莉 說在烏克莉莉玩什麼 就跑步啊 不然就是玩球 跑步玩球 那今天有這個烏克莉莉的話 會不會覺得這個暑假比較豐富一點 會 覺得這個烏克莉莉好不好學 很好學 很好學喔 對 那你現在自己會彈什麼曲子 就什麼曲子都可以 只要配上去就 很好玩啊 它還蠻可愛的 暑假回來會不會比較無聊 會啊 為什麼 因為這裡人白就很少啦 不知道要幹嘛 暑假有這樣子的活動的話 會過得比較衝擊 對啊 比較不會無聊吧 慈豐社區發展協會爭取經費 讓這些孩子在暑假期間 可以學習技能 並消遣時間 因此就選擇了最近正在流行的烏克莉莉 來讓孩子學習 同時也讓家長可以放心的到山上工作 不必擔心孩子一個人在家沒事做 而到處亂跑 希望讓小朋友在暑假的時候 至少有東西可以玩 因為不然像其實像部落的小孩子 整天不是跟著爸媽去工作 或者就是在山上走來走去啊 你自己看都覺得想要為他們做些什麼 然後剛好這個經費還有活動 然後就可以你看就可以順便聚集小朋友 讓他們一起玩一起學習 這樣的話對他們來說的話 也是一種 一種學習 要不然的話就是沒有練習這個粒粒的話 小孩子都會往外面跑 現在我們學會有組織這個的話 非常好 這樣 小孩子就比較想帶來部落 對 雖然這些部落的孩子們 才剛開始學習不久 但在老師的細心指導之下 已經可以彈奏簡單的樂曲 讓山谷之中的雌峰部落 也掀起一陣烏克利利風情 協會表示為了鼓勵孩子學習 只要都有按時上課的學生 暑假結束之後 就可以免費把烏克利利帶回去 繼續自我學習 讓今年暑假生活 不僅學到了音樂技能 還能滿債而歸 記者NO 南投人愛採訪報導